喂 你怎麼說我呀 你不可以跟他踢 黑衣男子氣呼呼 大半夜來到七樓找人 原來有一名婦人 就睡在七樓椅子 而當時時間已經是 凌晨接近三點 你姑娘還在那裡你姑娘 有什麼事要在那裡 你不要叫我 你不要叫我 除了動手動腳 婦人都已經站起身子 他人不放過 再度上前攻擊 也讓婦人一度慘摔倒地 你不要叫我 你不是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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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一聽 男子疑似是婦人兒子 由於要錢不成 竟然兩度將人打倒在地 最後更逼著對方一起離開 而整個過程 直到屋主隔天一早 發現棋樓凌亂 掉月畫面才恍然大悟 其實這期兒子打媽媽的影片 去年六月就發生在 高雄的自由跟同盟路口 由於婦人不是在附近賣花 就是在附近騎樓逗留 早就是當地的頭重人物 椅子收起來 基本上晚上就不會在這邊了 可是你還是可以聽到 他們爭吵的聲音 經過了解 黃姓婦人已經71歲 兒子37歲 兩人相依為命住在附近 但兒子疑似不讓母親回家 又經常跟對方拿錢 雙方經常爆發口角 沒有看到啦 這也聽到老人家在叫的聲音 他兒子也不讓他回來住 他是你兒子打你啊 沒有啊沒有啊 給我照回事啊 衝回現場 婦人腿部受傷 不良於行 但仍在附近的路口 乞討或賣花 由於根據警方了解 這對母子爭吵 曾接獲7次的家暴通報 但由於媽媽不願就責 加上只有惡言相向 無法申請保護令 而這次兒子打人的影片曝光 警方也將傳喚兒子道案說明 並以請相關單位進行採處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在好奇蹟